直到快日落的时候,鲨鱼才再来袭击它。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,正顺着那鱼必然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秀迹由来, 他们竟然不用到处来回搜索这秀迹,他们并肩笔直地朝小帆船游来。 他卡住了堕坝,系紧翻脚锁,伸手到船烧下去拿棍子。 它原是个蒋坝,但从一只断桨上聚下的大约两英尺半长, 因为它上面有个把手,它只能用一只手有效地使用, 于是便弯起了右手,好好攥住了它,同时望着鲨鱼再过来。 两条都是加拉诺鲨。 我必须让第一条好好咬住了,才打它的鼻尖,或者直朝它头顶正中打去。 它想,两条鲨鱼一起紧逼过来, 它一看到离它较近的那张张开嘴咬进那鱼的银色斜腹, 它就高高举起棍子,重重地打下去, 砰的一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。 棍子落下去,它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, 但也感觉到坚硬的骨头,就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的挡, 再重重地朝它鼻尖上打了一下。 另一条鲨鱼刚才窜来后,就走了, 这时又张大了嘴扑过来。 它一头撞在鱼身上, 闭上两额,老人看见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从它嘴角露出来。 它抡起棍子朝它打去,只打中了头部。 鲨鱼朝它看看, 把咬在嘴里的肉一口撕下。 老人趁它溜开去, 把肉咽下时, 又抡起棍子朝它打下, 可只打中了那厚实坚韧的橡胶般的地方。 来吧,加拉诺沙。 老人说, 再过来吧。 鲨鱼冲上前来, 老人趁它合上两额时给了它一下。 它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它, 是把棍子举得尽量高才打下去的。 这一回它感到打中了脑子后部的骨头, 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是一下。 鲨鱼呆滞地撕下嘴里咬着的鱼肉, 从鱼身边溜下水去。 老人守望着, 等它再来, 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。 接着, 它看见其中的一条在海面上绕着圈游着, 它没有看见另外一条的棋。 我没法指望打死它们了。 它想, 我年轻力壮实能行, 不过, 我已经把他俩都打得受了重伤。 它们中哪一条都不会觉得好过, 要是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, 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, 即使现在也能行。 它想。 它不愿朝那条鱼看, 它知道它的半个身子已经被咬掉了。 它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,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。 马上就要躲黑了。 它说, 那时候我将看见哈马那的灯火, 如果我往东走得太远了, 我会看见一片新开辟的海滩上的灯光。 我现在离陆地不会太远。 它想, 我希望没人为此大大的担心, 当然了, 只有那男孩会担心。 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信心。 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, 还有不少别的人。 他想, 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啊。 他不能再跟这鱼说话了, 因为他给糟蹋得太厉害了。 接着他头脑里想起了一件事。 半条鱼。 他说, 你原来是条完整的, 很抱歉, 我出海太远了, 我把你我都毁了。 不过, 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。 你跟我一起还打垮了好多条, 你杀死过多少啊? 好鱼, 你头上长着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呀。 他喜欢想这条鱼, 想他要是在自由地游着会怎样去对付一条鲨鱼。 我应该砍下他这长嘴, 拿来跟那些鲨鱼斗。 他想, 但是没有斧头, 后来又弄丢了那把刀子。 但是, 如果我把他砍下了, 我就能把他绑在蒋坝上, 这该是多好的武器啊,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跟他们斗了。 要是他们夜里来, 你该怎么办? 你又有什么办法? 跟他们斗。 他说, 我要跟他们斗到死。 但是, 在眼下的黑暗里, 天气没有反光, 也没有灯火, 只有风在刮着, 那船帆在稳定地拉拽着。 他感到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。 他合上双手, 感觉到掌心贴在一起, 这双手没有死, 他只需要把他们开合一下, 就能感到生之痛楚。 他把背脊靠在船梢上, 知道自己没有死, 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。 哦, 我许过愿, 如果带住了这条鱼, 要念那么多遍祈祷纹。 他想, 不过, 我现在太累了, 没法念, 我还是把麻袋拿来, 劈在肩上。 他躺在船梢掌着舵, 注视着天空, 等着出现反光。 我还有半条鱼。 他想, 也许我运气好, 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, 我总该多少有点运气吧。 不, 他说, 你出海太远了, 把好运给冲掉了。 别犯傻了, 他说出声来, 还是保持清醒, 长好多, 你也许还有很大的好运呢。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呢, 我倒想买一些。 他说,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? 他问自己, 能用一只弄丢了的鱼叉, 一把折断的刀子, 和两只受了伤的手来买吗? 也许能。 他说, 你曾想拿在海上的八十四天来买它, 人家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。 我不能胡思乱想, 他想, 好运这玩意儿, 往往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, 谁认得准呢? 可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好运, 我都要一点, 要多少代价就给多少, 但愿我能看到灯火的反光。 他想, 我的想望太多了, 但眼下只想望这一个。 他竭力做得舒服些, 好好掌舵, 因为感到疼痛, 知道自己没有死。 静雅思听, 智慧声音。 看来, 在夜间十点左右, 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, 映在天际的反光。 起初只能依稀看出, 就像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, 然后, 一步步地看清楚了, 就在此刻正被越来越大的风刮的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另一边。 他拾进这反光的圈子, 于是他想, 要不了多久就能触及弯流的边缘了。 这下子可结束了, 他想, 但他们也许还会再来袭击我。 不过, 一个人在黑夜里没有武器, 怎么能对付他们呢? 他这时身子僵硬疼痛, 在夜晚的寒气里, 他的伤口和身上所有用力过渡的地方都在做痛。 我希望不必再斗了。 他想, 我真希望不必再斗了。 但是快到午夜时分, 他又搏斗了, 而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劳, 他们是成群袭来的, 朝那鱼直扑, 他只看见他们的旗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线, 还有他们身上的灵光。 他朝他们的头打去, 听到上下额啪的咬住的声音, 还有他们在船底下咬住了鱼, 使着小帆船摇晃的声音。 他看不清目标, 只能感觉到听到, 就不顾死活的挥棍打去, 感到什么东西绝住了棍子。 他就此丢了。 他把舵猛地扭下, 用它又打又砍, 双手攥住了一次次朝下戳去, 可是他们此刻都在前面船头边, 一条接一条地窜上来, 成群地一起来, 咬下一块块鱼肉, 当他们转身再来时, 这些鱼肉在水面下发亮。 最后, 有条鲨鱼朝鱼头扑来, 他知道这下子完了。 他把舵朝鲨鱼的脑袋抡去, 打在他咬住厚实的鱼头的两额上, 那儿的肉咬不下来, 他抡了一次, 两次, 又一次, 他听见舵啪啪啪的断了, 就把断下的把手向鲨鱼扎去, 他赶到它扎了进去, 直到它很尖利, 就把它再往里扎。 鲨鱼松了嘴, 一翻身就走了。 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最末的一条, 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。 老人这时简直喘不过气来, 觉得嘴里有股怪味, 这味儿带着铜心气, 甜滋滋的。 他一时害怕起来, 但是这味儿并不太浓。 他朝海里催了一口说, 啊, 把他吃了, 加兰诺莎, 做个梦吧, 梦见你杀了一个人。 他明白, 他如今终于给打垮了, 没法补救了, 就回到船梢, 发现那舵坝的锯齿形断头, 还可以安在舵的侠草里, 让他用来掌舵。 他把麻袋在尖头围围好, 使小帆船顺着航线驶去。 这时航行得很轻松, 他什么念头都没有, 什么感觉也没有。 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, 只顾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把小帆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。 夜里, 有些鲨鱼来咬着死鱼的残骸, 就像人从饭桌上捡面包蟹吃一样。 老人不去理睬他们, 除了掌舵以外, 他什么都不理睬。 他只留意到船舰边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, 小帆船这时拾起来多么轻松, 多么出色。 船还是好好的。 他想, 他是完好的, 没受一点损伤, 除了那个堕坝, 那是容易更换的。 他感觉到已经在弯流中行驶, 看得见沿岸那些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了。 他知道此刻到了什么地方, 回家是不在话下了。 不管怎么样, 不管怎么样, 风总是我们的朋友。 他想, 然后他加上一句, 有时候是, 还有那大海, 海里有我们的朋友, 也有我们的敌人, 还有床。 他想, 床是我的朋友, 正是床。 他想, 床将是一样了不起的东西。 你给打垮了, 倒感到舒坦了。 他想, 我从来不知道, 就会这么舒坦。 那么, 是什么把你打垮的? 他想, 什么也没有。 他说出声来, 只怪我出海太远了。 等他驶进小岗, 露台饭店的灯光全熄灭了, 他知道人们都上床了。 海风一步步加强, 此刻刮得很猛了。 然而, 港湾里静悄悄的, 他指使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, 没人来帮他的忙, 他只好跨出船来, 独立把他尽量拖上岸滩, 紧记在一块岩石上。 他拔下围杆, 把帆卷起, 记住, 然后他扛起围杆, 往岸上爬。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疲乏到了什么程度。 他站住了一会儿, 回头一望, 看见那鱼的大尾巴, 在街灯的反光中直竖在小船的船梢后边。 他看清他赤鹿的脊骨像一条白线, 看清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乎乎的脑袋, 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什么也没有。 他再往上爬, 到了顶上摔倒在地, 躺了一会儿, 围杆还是横在肩上。 他想法爬起身来, 可是太困难了, 他就肩上扛着围杆坐在那儿, 望着大路, 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去干他自己的事, 老人注视着他, 然后他只顾望着大路。 临了, 他放下围杆, 站起身来, 他再举起围杆, 扛在肩上, 顺着大路走去。 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, 才走到他的窝棚。 进了窝棚, 他把围杆靠在墙上, 他摸黑找到一只水瓶, 喝了一口水, 然后他在床上躺下, 他拉起毯子盖住两肩, 然后裹住了背部和双腿, 脸朝下, 躺在报纸上, 两臂深的笔直, 手掌向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